去了解了几家丹安区的烘焙房 我真的没有找到700度以下的 所以我真的拜托我们的 无电烘焙王美花 来教教我们怎么样无电烘焙 那一定大卖了 无电烘焙的面包 甚至我跟各位说 还有业者直接跟我讲 他说依照他们现在看到的 电价调整工事 一个月门市费大概是多2500元 工厂一个月要多3000元 这还是在没有跟你算夏季电价 所以真的是烘焙房人心惶惶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电烘焙王美花 准备进军烘焙市场啊 依照无电烘焙王美花的这种方式 他基本上每月的电费省这么多 他可以扫平全台湾所有的烘焙房 没有一家活得下来 关键在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嘛 这个政府就是公然说谎 加粉饰太平嘛 你不要说大安区的烘焙房 你出来打脸他 连台电都忍不住啦 台电耶 台电急着发声明 跟王美花说 报告 部长大人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只要有烤箱这些烘焙电器啊 电价每个月 其实是会上涨 一万零九百五十一元 美花的无电烘焙 一个月涨电价六十元 没有美花的无电那个有电烘焙 一个月要涨 一万零九百五十一元 所以呢 美花的无电烘焙 基本上只要人家发电那个 涨价的一百八十二分之一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这就台电打脸王美花 然后王美花无电烘焙 完胜无美花的有电烘焙 所以今天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净汇地们 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还说谎 所以请问我们叫我们怎么相信这个政府 你连这么小的一点事情都要说谎 你诚实面对告诉大家 电价涨到底产生联动是什么 我就讲一个另外一个净汇地 抱歉我要特别讲 就是陈建仁啊 陈建仁说什么 我们讲外市长已经跟你讲 今天北捷号 电费占北捷营运是高达13个百分点 按照现在电力的一个所谓的规划的话 他要涨15个百分点 结果呢 就我们巧心委员去问那个陈建仁啊 陈建仁说抱歉 涨价 这个票价跟涨是没有正当性的 意思是什么 我涨我的 亏损你 亏吞你的 可是问题来了 今天北捷每个月要多烧掉5亿元 请问是谁负担 所以你一直跟我讲不会不会 电价不会造成物价什么波动 没什么了不起 你有没有想过 有电烘培的烘培房 电价每个月涨1万多的时候 谁分担 他店面包要不要涨 然后我们的北捷如果美要增加5亿元的话 那请问票价要不要涨 联动的涨价才是今天人民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拜托 陈建仁不要当晋惠帝 王美花教一教大家怎么无电烘培 经济部 基本上呢 他们是要么没有做过生意 要么就是诈骗集团 才会出这张图卡 才会出这张图卡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这边哦 他写说呢 每个月1500到3000度 知名连锁拉面店 每天才增加25块 加面就要加30块 可是刚才最新的新闻告诉我们 一栏拉面 在4月1号要涨价4% 每一碗的价格 从298块涨价到310块 所以我不晓得 所谓的知名连锁拉面店 是哪一家 我们常常去吃的 很多民众喜欢吃的 他直接给你涨4% 然后你告诉我说 他们的电费 每天才涨25块而已 所以没有涨价的必要 一栏拉面 他涨价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4月1号 难道这不是因应电价的上涨吗 第二件事情 我也去访查了一些 百货公司的专柜的摊位 不是大的专柜的店面哦 是那种在中庭里面小型的这个摊位 大家知道吗 房租已经随着电费上涨了 电费的部分 每个月增加1000元到2000元 大家可以去问问看百货公司 有没有这件事 如果上涨1000元到2000元的话 等于是每天增加30到60块嘛 看看这张在平行时空里面想象出来的图 他会属于每个月用电3000度以上吗 怎么可能 所以这完全是不知民间疾苦 不知道事实上面平常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再来 许多的租足 现在目前一度电5块涨到6块 那如果呢超过400度电的还可能涨到7块 全台湾有300万租屋组全部受害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手上的这张图片 刚才我才在租屋网站找的 在古亭站 雅房租金全含冷气一度多少钱 已经是6块钱了 跟我们过去讲的5块钱不一样 他一个月的房租租金7000块 但他一度电竟然要6块钱 大家看看这个比例 全台湾租屋的年轻族群来讲的话 有300万租屋族 当他的电价全部从5块涨到6块到7块之间 那是多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呼吁 现在的这个政府 现在呢要码是大家店家涨价 把所有的物价店家转嫁给消费者 要码就是公司没有办法加薪 受害的一样是我们的员工 一样是人民 所以这张图卡完全是他们自己想象跟挠不出来的 我们家以前是开早餐店的 跟大家讲一些案例 比方说如果我们家有卖这个卡拉鸡腿宝 那从鸡是鸡的时候 当然我们农鱼民这部分有动涨 但是呢在整个运送的过程当中 在冷藏的过程当中 你要从下游中游上游一路送上去 那中间每一次的成本因为电价而提高 都会最后反映到早餐店 把它卖给消费者的时候的价格 所以店家不是只有冷气费上涨 不是只有他店面的灯的电费上涨 他从原物料一路过来的供应链的价格上涨的成本 全部都会在最后一关转嫁给消费者 这才是事实 所以经济部怎么可以堂然皇之的说谎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经济部立刻将这一张 说谎脑补平行时空的图卡下架 不要透过假讯息来欺骗国人 不要透过假讯息对国人进行认知作战 烘焙房已经打脸了 拉面店也涨价了 到底还要多少店家出来打脸 今天经济部才愿意收回成命 收回你们口中的谎言 最后王美花说呢 涨价不能说是因为电费涨的关系 难道你要所有的店家在涨价的时候 还要付一个不自杀宣言 部长叫我们说 我们涨价不是因为涨电费 台湾要做到这样吗 我们的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公权力 可以要求我们的业者 明明是因为店家涨而涨价 但却因为在王美花部长的要求之下 必须摸摸鼻子吞下去 一点道理都没有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